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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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介紹 一對特別的護士情侶 他們倆都來自四川省廣原中心醫院 男生叫羅振宇 在疫情剛發生的第一時間 就主動申請去武漢去支援 所以說被網友稱為最帥男護士 女生叫楊麟和 也在廣原醫院一線奮鬥 除去他們的護士身份 他們還是甜蜜的搏擊情侶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帶來一個搏擊秀 馬上中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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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认识我认识你 老婆 意外吗 你老说我一点不浪漫 从我们领证到现在 我从来没在公众场合说过我爱你 在我去武汉那天你想送我 我还凶你 说实话我们都准备好了 一去不回 我想如果我牺牲了 就把房子留给你 我兄弟是怕 是怕你忘不了我 会耽误你 瞒了你这么长时间 今天在快本这个舞台 我想当着全国的面告诉你 老婆 我爱你 老婆 我爱你 你不是一直问我钱花哪了吗 在这里 每天都净来 我爱你 那儿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今晚都说我 我爱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和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完全不知情 因为当时我还很认真的 结果他人呢 找不到了 结果看了这样 真的很惊讶 刚才我吓死了 他说你问我钱拿出来 回头我以为他的钱给送为龙了 你们做这一切 可以考虑过十四个单身女孩的感受吗 志达 你是单身吗 我不是 我结婚了 完了 就只要你的四个 太好了 刚才我们为什么特别感动 就是郑宇说 他为什么不让妻子去送他 为什么不让他有牵挂 就是做好了一去不回的这个决心 其实可能很多很多我们了不起的 医生护士背后在家里 可能都有一个这样支持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想很多去到前线去的 护士心里面都想说 真的 万一我真的牺牲了该怎么办 每个人心里都会想这个问题的 对 但是今天的所有的眼泪 都不像我们之前 可能比较惶恐无助的时候 甚至会觉得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 那种眼泪 今天眼泪更多的是温暖和希望 祝福你们